就回到媽媽 只想到死吧 比起捕捉 吳乃仁得在深夜暗向尋覓 想找到她的太太 兒子 女兒 不費吹灰之力 只要來到台本一趟 就能一網打盡 吳乃仁的女兒 台本董事長吳怡青 四十歲的年紀 憑著國際貿易專長 擔任大學講師 工商管理 欸 怎麼就是跟化工沒半點關係 沒有 就單純是因為健康的因素 因為有突襲的字 可能會引起皮膚的病變 那長期下來就把它處理掉 那對健康也好 就這樣 看到董事 吳乃漢就更扯遠了 UFC健身房創辦人和和國際開發負責人 也是跟房地產跟化工無關 但他是吳乃仁的兒子 而光這兩個人的職位 兩年總計就賺進三千五百萬元 不說還以為台本是吳乃仁的家族企業 是大家可以來公平 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力 然後你有沒有這樣的專業 藍營炮紅醜微翁蛋 正式還是得辦 有鑑於死媽媽沾彩虹的角色登場 俗說護子護女心切 作為專業經營人 特別接下台本顧問 也在董事會上練習 台本董事會彷彿成了無乃人家族聚會場 記者曾經安 張宇軒 SN小子才報導